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风教程网,我是所有古德曼 然后这个视频是我们NMAP系列课程的第二课 也就是说NMAP的自定义扫描 那么什么是自定义扫描 因为在真实的渗透测试过程中啊 我们扫描的端口并不会扫描它全部的端口 也就是说1到65535这么多个端口 因为它扫描的速度一是很慢 二是很容易被管理员发现 被它的一些防护软件给拦截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扫描 我们需要的需要探测的这些服务的端口名就可以了 就要比Web服务就是80端口是吧 还有HTPS445端口 就包括还有它有没有MSSOGO SOGO server服务 也就是1433端口 还有3306MySOGO是吧 MySOGO是数据库 还有3389是远程桌面服务 只要它开放了3389 它90%的几率 那么它就是Windows操作系统是吧 那这是它这么一个自定扫描的好处 那好 那我这边就使用图形化界面 还有命令行界面来教大家 如何扫描 如何自定扫描这么一个端口 然后首先我是使用图形化界面教大家 打开ZMAP 好 然后目标还是之前那个192.168.1.104 好 然后跟上这个1.104之后呢 我们参数呢 是什么呢 就好比啊 我们想要扫描目标端口 是否有21端口 FTP18 22端口 SSH 还有80端口 等等这些端口 我们怎么用呢 我可以加一个-p参数 然后后面呢 就跟上你要扫描的这么一些端口号 就好比我要扫描21端口 FTP是吧 还有22端口 SSH 80端口 VIP 是否开放了 还有445 HDPS 是否也开放了 还有433 MSSOCO 还有3306 MySOCO 是吧 还有3289 看它是否开放了 然后我们点击扫描 它这边扫描结果还是挺快的 然后我这边指定的范围呢 它扫描出来结果后 可以看到好多都是关闭了的 它只开放了一个 也就是说445端口 它是开放了的 然后其实它这么一个自定扫描 然后还有一种怎么扫描呢 还有一种就是指定一个范围 什么是范围呢 我们先来输目标IP 范围的话 就是你从哪个端口开始到哪个端口结束 就好比我从1端口开始到1000端口结束 它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使用MAP扫描192.168 1.104 然后扫描1到1000这么一个端口范围 看它是否开放 好 然后我们点扫描 然后因为我们扫描的范围会有点多 所以说它扫描的速度呢 也会比刚才有点慢 可以看到它这边扫描出来结果 开放了很多啊 开放了135端口 还有139 43 45 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这么一些端口 这个呢 就是它这么一个指定范围扫描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 诶 那么指定范围扫描 那么怎么扫描它的全部端口呢 那么很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 只输入一个-P 一个- 刚才我们输入的是一个-P 是吧 后面跟上你要扫描的这些端口号 现在呢 我们就只需要输入一个-P 还有一个- 它这个意思呢 就是扫描Map从1到65535所有的端口 这个呢 是它这么一个意思 好 那么这边我们点扫描 我把它拉大一些 因为你扫描的端口嘛 又比刚才一千要多了 要多了六倍 65535嘛 65535个端口 所以说它扫描的速度又会慢了一些 然后就是它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边好像写错了 然后-P这个-要连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来扫描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这里呢 就是和我们的命令行界面是一样的 这边只是一个-P仓数 是吧 -P- 然后后面跟上这么一个IP地址 只是说 现在这个图形画界面的话 看上去比较清爽 比较一目了扬 一眼就能看出来 就是它这么一个 有两个缺点 然后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个滚动条 滚动条也就是说它正在扫描当中 然后我们需要等待就可以了 然后它这边是这么一些东西 有端口服务 还有阻接名册 然后还有扫描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这边就先让它扫描 然后我来讲一下那个命令行界面好吧 然后我们来打开NMAP的这个所在绝对路径 然后我们输入CMD 进入到它这么一个目录 好 根据刚才我讲的这么一个 假如我们想扫描一个指定的端口号 那么就是NMAP 点击差异 然后输一个-P 后面呢就是你要扫描的这么一个指定端口号 只要比我扫描21端口还有445用逗号风格445还有14333389还有808080是吧 然后后面呢就跟上这么一个IP 然后就2.168.1.104好我们回车 可以看到它这边速度还是挺快的 然后它这边呢就显示开放了这些端口 然后只开放了一个445端口啊 因为它这边是open嘛 其他都是close是关闭了的 然后这个呢就它扫描指定的端口 那么我们想要扫描它指定的范围呢 怎么用呢 那么我们先把它清平一下 很简单 也就是NMAP 然后-P 然后也是指定这么一个端口范围 就要比我想要扫描1到2000是吧 刚才我扫描是1到1000 现在我们扫描1到2000 然后后面呢跟上这么一个扫描的IP 或者说一个域名 192.168.1.104回车 好它这边呢扫描呢就开放了很多端口了 只关闭了一个514 然后就开放了135 139 443 445 还有666端口902 还有一个912端口 这个呢就是扫描它这么一个指定范围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 也就是说扫描它整个端口 就是NMAP 然后有一个-P 这个呢就是扫描它1到65535所有端口 后面呢跟上这么一个IP 好我们等待一下 因为它扫描会比较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它还要扫描啊 这边呢我先来讲一下 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然后我这边呢喜欢带一个参数 什么参数呢 就是-大T -大T的参数呢 就是使用NMAP最大的线程 它有四个级别 然后我们使用最大的线程就是4 然后-T4来进行对它扫描 好然后我们让它扫描 然后我们这边呢重新它扫描一下 然后也是-大T -大T4 然后扫描看一下哪个更快一些 然后我们按回车 它这边会有它这么一个进度 6.83是吧 6.83% 可想而知 你要扫描它整个端口是非常慢的 所以说在渗透测试过程中 我们只需要扫描它特定的这几个端口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它这么一个扫描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稍微等待一下啊 因为它因为扫描会比较慢 然后大家可以快进一下 或者说呃跳一下 因为这边扫描的呃速度呢是有点慢的 然后这边呢也是比较慢 然后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等它扫描出来结果后呢再开始 出来了 然后往上翻一下 然后它这边呢是开放了135 还有139 还有43端口 然后这些呢是它这么一个啊 服务 然后这个呢是它这么一个板板 还有还有一些912端口 这些呢就是VML这些服务 然后这是它这么一个扫描 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 欢迎大家来收看 感谢观看